原标题,韩国航班误入苏联领空,被苏15击落269人无意生还。 冷战期间,美苏关系紧张,双方甚至随时准备全面开战,因此,他们宁愿误杀,也不放过任何可疑目标。 在两国,高空侦查是一种常见的勘探手段。 当年,美国研制了大量先进侦查机,经常接近苏联领空进行侦查。 当时,在雷达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,苏联空军的巡航能力相当强,军用飞机的活动非常密集,对当时民航飞行的安全,构成了巨大的隐患。 从1952年到1988年,大量民用飞机被迫降落货物场苏联领空,其中最严重的是韩国航空公司。 1978年,一架韩国民航波也707从巴黎起飞,飞往美国阿拉斯加。 在缺乏GPS导航的时代,飞机的航线修正只能依靠物理手段,如航向陀罗伊和磁罗潘。 但当飞机飞过冰岛时,它受到了本极磁场的干扰,导致一切数据出现偏差,飞行线路直接弯曲,无意中飞入苏联领空。 当时,一架负责巡逻任务的苏联副15战斗机接到警报后立即进行拦截。 由于美国的2C135电子侦察机,也由波音707改装而成,苏联认为这是一架美国军用飞机,并要求对方强行着陆。 然而,波音707并没有听从苏15的召唤,而是突然改变了航线。 苏维埃方面立即认为美军犯有些人最逃离现场。 随即导弹击中飞机的左翼,最终飞机降落在颗。 提亚北湖的冰上,由于客舱压力下降,事故最终导致两名乘客死亡。 这一丑闻还对苏军高层造成了巨大冲击。 韩国航空公司也放弃了这条航线。 苏15记录韩国航空公司007航班更让人无语的是,五年后,另一架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47,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冲入苏联领空。 当时,仍然是苏15战斗机在巡逻。 飞行员得出结论,他遇到了一架美国23135侦察机。 警告失败后,苏15用机炮驱逐了对手。 当时,波音747迅速爬升。 在紧急情况下,苏15飞行员在接的地面指令后,立即发射导弹,并在空中炸毁了飞机。 最终,飞机坠落在库越岛西南部的空海,机上了269人全部遇难。 悲剧发生后,美国和苏联各执一词,各种营谋论铺天盖地,而唯一的受害者韩国则在哭泣。 直到苏联解体,真相才被揭露出来。 只有在那之后,美国才决定开放部分GPS民用权,以避免类似的空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